來我們看一下那個下個單元 我們介紹的是那個 質量跟密度 你看到質量跟密度這個東西 質量跟密度 好那我先說一件事情喔 我們上個單元不是教你那個體積的測量嗎 對不對 一我先解釋一下 你先弄懂我們章節的那個順序是幹嘛用的 就知道完全什麼 我先講一下我們整個第一章 其實是為了這件事情做準備的 不是為了密度 然後我先把密度公司給你 密度這什麼東西你把它寫上去喔 密度等於質量 去除以體積 那當然我們我們後面單元會 會更清楚有什麼叫密度啦 那你先想一下 密度的就是質量除以體積 所以呢 我們前面單元要先介紹 質量的測量跟體積的測量 那體積的老師你學過了嗎 就是這個排水法有沒有 還記得嗎 那個我就不說囉 好那我們看下一單元我們介紹的是質量的那個測量 好質量的測量 好我們看一下那個質量的測量這邊 第一個我們先看定義什麼質量呢 你把它畫起來 就是一個物體內所含的物質的量了多少 就稱為該物體的質量 好你把它畫起來 我已經幫你把答案寫上去 所以質量應該畫線吧 原本這個應該是要自己擠上去的 那 以前的話 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就是你先畫那個重點就可以了 那你知道哪邊是重點 好那我先解釋一下喔 質量跟重量啊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喔 質量跟重量是不太一樣的 重量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重量 重量指的是物體啊 受到那種重力的影響 所形成的量也稱為重量 所以重量是跟地性引力有關 質量呢 是跟物質的多少有關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旁邊寫上去有一個重量的地方寫上去 喔這邊又是大的 第三個地方打十顆星 我先寫個 同一個物體啊 不論在任何地方 就是不論在平地高山月球太空中 因為沒有解凍任何物質 所以它的質量呢都會一樣 也就是說 當我告訴你說 你是60公斤的時候 不論你在平地高山北極南極月球太空 你的質量都應該是多少 60公斤 這樣會嗎 會了喔 好 再第二個呢 對同一個物質來畫起來 這個這關圈起來 對同一個物質而言 體積越大的話 質量就會越大 所以我們知道 質量跟體積是成正比的 對同一個物質而言 質量跟體積是成正比喔 可是請問你 不同物質就會一樣嗎 就不一定了喔 就不一定了 再記住喔 好 這樣問題 這個質量的定義 OK吧 好再看一下 第二個我們介紹的是重量 這邊重量 因為我們要解釋 重量跟質量不同 好那什麼是重量呢 指的是 在地表上面 物體所受到地心引力的大小的影響 就稱為該物體的重量 那麼重量呢 會跟著地心引力的不同而改變 好 好 那因為它沒有寫 我們自己寫好不好 不是沒有寫 在下面會有寫 有有有它有寫 但是我們自己在旁邊再寫一遍 來 第一個我們要記一下喔 質量的單位是什麼 旁邊寫在旁邊 質量的單位是公斤 或者是公克 好 我們要寫在旁邊 質量的單位是公斤或公克 重量的單位呢 請上去也是公斤重 或者是公克重 所以換句話說 我可以從它的單位 知道什麼東西 知道我們在講的是 質量還是重量 如果我告訴你說 你60公斤 那我講的是什麼 質量對不對 如果我說你是60公斤重呢 那講的是重量 你聽說老師 它做什麼差別 差很多喔 我問了一個問題喔 如果我告訴你說 請問你 你現在的體 那個體 那個重量是 欸 對不起 你現在是60公斤 請問你 當你從台灣移到北極去 請問你 你的質量是多少 答案出來是60公斤 對不對 好 可是如果我告訴你說 你是60公斤重呢 你移到北極上去的話呢 重量就不是60公斤重了 它是會改變的 好 我們講的是北極 好 那怎麼閉著呢 我看一下 這邊 沒有講 好 所以第五個 你看這邊寫的 我們說 同一個地點的質量跟重量呢 是成正比的 畫起來 同一個地點 這個就很重要喔 同一個地點 呃 同一個地點的重量跟質量成正比的 所以我問你喔 質量跟重量可做比較 可以 但條件什麼條件 要在同一個地點才可以做比較 會來齁 OK 好 然後再來這邊 第六個 你要不要打信號 質量是物質的一種特性 不會因為形狀 位置 還有狀態改變而改變 那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好了 有個黃金是一公斤重 請問你把它揉成那個三角柱 它的質量是多少 還是一公斤重 你把它揉成圓形 還是一公斤重 這樣聽懂啦齁 OK 所以不會因為形狀改變 OK 好然後再講那個質量的單位 寫上去喔 這個G是什麼 G就是公克 KG呢 就是公斤 你把那個英文跟那個 中文的部分把它 把它寫上去 好那重量的單位是什麼 GW指的是什麼 公克重 KGW指的是什麼 公斤重 好 然後旁邊的把它寫在旁邊好不好 重量這邊 這裡寫下去 這裡有句話 很重要很重要喔 離地心越近 重量越重 OK 好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們現在舉個例子給你看好不好 舉個例子 好我們舉個例子喔 哇這個藍色的筆 好這個應該可以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我舉個例子喔 好我說 假設 假設 這個可不可以稍微難一點 你要稍微思考一下喔 假設這個是地球 OK 好這個是地球 然後這邊是北京 這邊是赤道 好我問你個問題喔 如果你在赤道啊 是10公斤重 10公斤 請問你在北京會幾公斤 答案呢 一樣是10公斤 因為我的單位是什麼 KG KG是什麼 公斤 公斤是什麼單位 質量的單位 質量的單位指的是 不管你怎麼移來移去 我的重量呢 都應該是10公斤 聽懂嗎 好 可是如果這個題目呢 我改了呢 我等一下不寫這個喔 我現在改另外一個東西 我改成那個 10公斤重 好請問你 如果我在音樂上面 欸在那個 赤道這邊10公斤重 請問你我到底 你會變幾公斤 我先問你東西 你覺得重量會變重變輕 還是會不變 這是KGW 這組單位 這個是重量單位 重量單位 是會跟著地點而改變的 所以 我從赤道離到北極 一定會改變 只是我不曉得是 變重還變輕而已 來你猜 變重還變輕 答案是變重 他一定比10還要大 你要整變成11 好 為什麼 剛才我講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我說離地心越近的 離地心越近的 我的重量就會越重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到底是北極離地心比較近 還是赤道離北極比較近 記住一件事情 我們地球不是會自轉嗎 所以我們自轉過程當中 那個赤道其實是會怎樣 會不會拉得比較長一點點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是畫得比較OK 比較誇張的話是有點像這樣子 有點像橢圓的 你知道嗎 這樣畫得太誇張了 就是說它是個圓形的 但是這個赤道是相對長很多的 然後北極是比較短的 所以當我從赤道離到北極的時候呢 我的重量會怎樣 會變重 聽懂嗎 好 那我再問你 如果我今天是10公斤重對不對 我如果調到那個什麼 喜馬拉山的三體 你覺得我變重還變輕 變輕 為什麼 因為我離地心更近 更遠了嘛對不對 阿怎麼記咧 你記這個句話高三輕 你有沒有聽過有一首歌有沒有 高三輕那個什麼 高三輕有沒有 就被那種一首歌嘛 就被高三輕就好 所以高三輕所以平地呢 對 這樣記起來 所以你就好 高三輕所以離地心越遠的 就會越輕 離地心越近的呢 就會越重 OK 可以嗎 好 可以的話再考最後一題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重要 我可能要一起講 好 那這問難一點的喔 這題我也蠻常考的 假設這個是地球 這個是月球 好 地球跟月球 好 地球跟月球 好 那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在地球上面是60公斤 請問你我在月上面呢 是不是也是60公斤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60公斤的公斤是什麼單位 質量的單位 質量是不會怎樣 根據地球改變的對不對 好 這是月球 好 這講一遍 這是月球 這是地球 所以質量不會變對不對 可是今天如果 反過來 我題目改了呢 改成這個 我在地球上面是60公斤總 請問你我在月上面呢 月球的地心一定是就地球的十分之一 六分之一對不對 這單子不好 這只是10公斤總 這樣會嗎 可以啦齁 這個我想應該不難對不對 好 最後一題 最重要喔 最難的題目來了喔 我現在問的題目是這樣子的 請問你 假設我在月上面有個A物體 我在月上面有個B物體 兩個呢都是10公斤總 請問你真正誰總 是A重還是B重還是一樣重 答案是B重 答案是B重 為什麼 我們剛才講過已經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如果兩個物體要比較那個 他們的重量或質量的話 B卻怎樣子 在同一個地方才能夠做評價呢 所以你有兩個方法 要不就把A呢移到月上面去 要不就把B怎樣 移到地球上面來 好 那最後有什麼方法 把B移到地球上面來 好 問題喔 它本來是10公斤 當我拉回到地球上面去的時候 它變幾公斤 10變60 因為放大6倍 所以我重量就比你重了 這樣聽得懂嗎 會啦齁 OK 好 這個你把他洗上去好不好 這個把他洗上去